去过中国才能评价中国吗? 是的,我去过中国 哈喽大家好,我是八九 最近好多人希望去点评一下 关于钟明轩去中国北京旅游的事情 那我也看了不少台派跟海外反共的中国网红 痛骂钟明轩 那钟明轩的影片跟他IG上的贴文 我都看了 那在这个2020年啊 钟明轩是被一些小粉红出征 所以钟明轩拍片跟小粉红对干 那个时候在台湾也引起了不小的风波 对吧 那我们又知道钟明轩对干的对象是小粉红 并不是中共中央 更不是习胜上 那钟明轩他舔不舔共 他当然不舔共啊 他自己也承认他是台湾人 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人 对吧 承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 还是台湾人 这是一件事情 而认为中共坏不坏 又是另外一件事情 如果他坏的话 他坏的程度到哪里 这又是第三件事情 那他对台湾有没有侵略的意图 轻重程度在哪 这又是第四件事情 其实很多人会把这四件事情全部 混在一起讲 其实这四件事情是完全分开的 那很明显 钟明轩对于第一点完全没有问题 那第二点第三点第四点的这个轻重程度在哪里 只有他自己心里知道 那我看完他这条影片 我很明显的感觉到 钟明轩他与机轮车司机谈话的过程中 反应都比较慢一些 会稍微想一下 没有像过往影片的那种侃侃而谈 脱口而出心中最真实的想法 毫不休息毫不忌讳 那这我也能理解 17年我去江振户的时候 当地的机车司机也是说了 类似跟这个北京司机一样的话 只不过没有像这位北京司机一样 这么的令人不舒服 我遇到的那位苏州机车司机 他听我口音说你哪里来的 我说台湾 之后他就大口到台湾宝岛 就如此类的 然后我也跟他说 你们苏州那个成品啊 那附近那个新社区啊 三塘街那边是古城区旧城区嘛 你们新的城市发展在另外一个区嘛 我说你们那边啊 楼都蛮高蛮新的 诶 氛围好像看上去还不错 那你们应该都蛮有钱的哈 他就回我们只是小老百姓啊 不知道怎么会开建车啊 有钱也不是我们啊 就勉强度日吧 诶 那我说你们新闻媒体 不是都报道你们人均过万啊什么的啊 他也说那是宣传的不叫做新闻 后来聊着聊着 有聊到我们是两岸一家亲啊 对吧 你的祖先啊 台湾人的祖先 大部分也都是我们祖国大陆过去啦 之类的 啊我们到中华民族 但又是今天共产党 只要敢打台湾啊 我第一个跳出来反对 这是他讲的原话 虽啦 那大家因为政治的关系各过各的 各过各的也挺好的啊 但名义上我们是同胞嘛 反正共产党打我就跳出来反对 OK 他说这个话 我认同一半 关于反战的部分 当然另外一半不认同 是关于他说的这个 什么骨肉香脸啊 血浓于水的这一块对吧 我们不一定要到兄弟那种程度才可以彼此交好 让邻居也可以彼此交好对吧 但我肉身人在中国我能这样讲吗 我能说啊你们敢出兵的话 我们也打回去啊 我不能讲这种话嘛 我只能哈哈哈 诶对 我能跟他说我平时在节目上说的这些吗 诶他计程车直接开到公安局 我怎么办诶 关于这个北京司机对中明轩说的话 诶我们至少会同意 但他又肉身人在中国他也没办法拿出他平时 或是在2020年那时候抢小粉豪的那种力度去抢他 因为等下司机就开到北京公安局他怎么办 对吧 那司机也问他 你们年轻人对于统一跟独立的看法 是不是老一辈的比较倾向统一 中明轩对他这个回答说 诶独立跟同意他无所谓啦 生活最重要 其实就我的理解 如果我人肉身在那边的话 我好像也只能说这种类似官腔的话 或者是不正面回答 本来在讲别的想生活最重要 毕竟这句话其实也是罐头讯息的模板 也是在告诉街人车司机 诶你跳过吧 我不太想聊这个话题 因为我相信他自己心里清楚被统一的下场 首先啦就是他没有办法同性婚姻结婚嘛 也没有办法参加同志游行 或是上网拍片 然后再讲关于同志的议题 在中国的网路平台上 就是中共政府应该要给我们这些人 有婚姻保障的自由之类的 这不可能的事情对吧 那也有些学生他在中国的清华大学 在发那个彩虹旗的相关的东西啊 同志相关东西 诶被学校给惩罚了 当中明轩他如果被统一之后 他遭受到来自政府的不公待遇的时候 他也自己心里清楚 他没有这种发生的管道 这点跟他在19年跟何韵司拍片的时候 他自己心里应该就清楚了 但是呢 他还是把这一段跟建制世界的对话 给剪进去了 我认为这个会对一些政治人感的人 或是没有独立思考的人 没有其他额外的资讯的时候呢 他会觉得中国好像也是一个民主国家 对吧 我会对中国共产党进行的误判 那在舔共的人来说 对于小粉朗来说 这就是一个很好在舆论上打台湾的片段 说我们也有民主自由 而大家也会很好奇 为什么他去中国不会被抓 不是说只要骂共产党他就会被抓吗 首先周明圈的频道 不是专门干中共政策跟中共中央 甚至分析中共历史或是抨击嘲讽圣上的频道 他只是嗆过小粉红 你也知道中共最推抵成互害 你去向小粉红 你管我中共屁事啊 最好让你们抵成人民互骂 妈都死 而我去美国找过谁 陈老师 明先生 刘大胜 强谷反贼 还有来自上海逃去日本的小镇 我去日本找过他 在法国我也找过被中共通弃的王静怡 我也去意大利找过徐某人 本来要去找推特上的李老师 100多万订阅的这个李老师 但他当时正在赌中共海外的特务 所以没见到他 就在我耳旁边 徐某人跟推特上的李老师在通话 然后才跟我讲 因为他现在在逃难 没有办法来跟我们聚餐 不幸的话 大家可以去徐某人的频道留言 询问我又没有造假 以上 从陈老师 一路到李老师 都是被公安打过跨国电话 劝返回中国的 如果中国真的安全的话 公安为什么要劝返他 只因为他们在网路上 跟台湾人一样 批判了自己的政府 批判了自己国家的元首 就因为这样吗 如果是因为这样的话 你认为他自由吗 为什么这些反共的人不回去 有两个小粉红啊 在2021年拿着我的资料 印刷过来 用那些电子打 他自己拍片 去北京的公安局 去上海的公安局 举报我 外国青年刘始统 就是要举报台独分 这个涉毒日记 从来这个就是公安局了 公安局里面可以录像吗 就是什么样子 你要请问一下 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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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报这个台独分 无可言录像 我 我今天要干的事是 举报台独分子 涉毒日记 我这20多分全都是关于台独 涉毒日记的台独言论截图 他在涉及台湾问题时的错误言论 我今天一定要向我们市公安局分局 进行涉毒日记温纪局的举报 当然了 如果没有成功的话 我会在15指内向我们市公安总局 划出行政服役 我发这个视频的目的也只是为了 让他知道还是公安局内部不能录像 所以我只有提前在外面把下路录好了 证明我确实去举报这个态独 涉毒日记温纪 已经总得让他付出代价 把他纳入了这个公安局的实际分单 所以我在中国的公安局 是有留党嫉妒的人 你说我可以去中国境内吗 所以可以解释为什么钟明轩他可以去 如果你们有长期看我的频道的话 我影片大概中后半段都是在讲中共的历史 古代的中国历史 还有中共的政策 你们自己回去翻我这几天的影片 你们自己去看中后半段 是不是都是在讲深层层面的东西 那这些对中国人民的卷起 他的思考是非常有帮助的 我不敢说全部 但对部分是有帮助的 因为我的频道是专门在干中共 但钟明轩他不是 所以你说他对中共有任何的影响力吗 基本没有 当然我也没有说我多有影响力 但我的影响力在中共方面来说 绝对是比他大多 他对中共洗脑中国人民的反觉醒 是没有太大的影响 所以为什么要抓他 干嘛浪费时间去抓他 再来中共抓海外人士 也是随机的 就要看当时的公安国保的那些长官 地方长官 他有没有想要升官 有没有想要做业绩 所以几年前李梦居啊 还有一些台商也好 台干也好 为什么要被中共抓了 关了三年到五年不等 还有电视论罪 看了好几年对吧 像李梦居啊 去年才回到台湾 我还邀请他上过我们节目 还有来自台中的小张 疫情这三年结束 他马上回台湾 他说他以前是田共 深信中国非常伟大复兴 中国跟台湾一样 是非常民主的 跟美国一样是很民主的 所以他到上海打工 以为自己可以靠着上海的经济 从底层当上成功人士迎娶白富美 结果他月薪在那边三四千咖啡店打工 他说他很后悔 他干脆直接在台湾的咖啡店打工 丑的都比在上海打工来得多 因为他在台湾的时候 他习惯批判台湾的政府 他也认为中国跟台湾 是一样很自由的社会可以批判 所以他去上海的时候 不巧 遇到疫情嘛 你也知道上海在疫情期间 发生了什么事情嘛 中共在疫情期间的封控政策 是多么不人道 什么高价菜啊 把人封在高速公路上啊 封在车子上 结果他就在他的群组上 还有网路上 微信上 微博上 痛骂中共中央 跟圣上 被人家举报 结果被当地的公安抓了三次 最后一次 破门进去打孕他 带去精神冰原 关完之后他才回到台湾 你们有兴趣可以去看我这两位的打排 像是上个月 被抓的乌润牧区中路纪录片导演 陈品林 他被以寻讯知识罪带着 如果看这个影片的人 连寻讯知识罪都不知道的话 我的误判是更加的严重 徐讯知识罪就是口袋罪 那乌伦牧区中路 是上海的一条路 而乌伦牧区是什么 新疆的一座城市 那2022年11月 发生了新疆大火 这个新疆大火 促进了部分地区的白纸运动 而这位导演 则次把网路上的影片 以及自己的这个记录 剪辑成一支 一个多小时的纪录片 他被抓了 2022年10月啊 又是在北京 有一个叫做彭仔州的 他在北京的四通桥上 举牌写要习近平下台 反对习近平被带走 至今仍下落不明 而四通桥 从此之后出现了守桥人 防止有人在四通桥上 举牌效仿彭仔州 如果要去证明 中国不是我们那种 在网路上看到想象的中国 建议可以去四通桥 举一下习近平下台 因为毕竟在台湾的任何桥上 你都可以举蔡英文下台 在美国的任何桥 旧金山大桥 也可以举拜登下台 所以如果你做了这个行为 直播的公开的 然后没有守桥人 没有公安去通报你 去抓你 那就证明了中国有自由 中国不是我们想象中 看到网路上的那种中国 那事实是 大家都不敢这么做 对吧 因为我们知道下场是什么 而在2022年的四月到五月份 上海也有些人 联合制作了一个纪录片 叫做四月之声 这个四月之声 但在被封杀前 播放量好几亿全网封杀 请问舔共的台湾人 或者是觉得中共没这么坏的人 或者是在当地旅游的台湾人 有人出来讲播话吗? 所以眼见是一回事 你眼见之后敢不敢说是另外一回事 那为什么这些导演 这些电影 这些纪录片 会被抓会被下降? 还有这个中国国籍反共的人 不是被抓就是流亡海外 因为他们这些行为 会造成习近平的政权的影响 还有中共中央的影响 而钟明轩他不会 所以没什么好喜 说什么 为什么他反共 却可以去中国 不会被抓 所以中国很自由 是我们这些台湾人 在造假 在造谣 OK 我们对中共的点在哪 他破坏人权 与言论不自由 你们可以现在上网去查一下 这两天的西藏 发生了什么事情 中共媒体有没有报道 是怎么对待这些西藏藏人 你们去看一下嘛 像是这个北京司机 他对钟明轩说 咱们北京是比较开放的 这个政治随便的谈 但你可以发现 北京司机说的话 与中国共产党的立场 是一致的 所以请问 你跟这个极权政党 说的立场是一致的 这算什么 证明言论自由呢 这证明什么政治自由呢 今天如果他敢支持 与中国共产党 不同声音的言论 而且还发表在网路上 这个才能证明你有言论自由 再来你要证明中国有言论自由 不破坏人权的话 那你是不是 比如说这个去 北京的大商场啊 北京的大街上啊 北京天安门之类的 去举个大大的彩虹旗 这个青天白日旗 说台湾万岁 我们同志婚姻平权万岁 台湾跟中国是两个国家 如果你可以这样畅所欲言 去宣传 甚至不被共产抓走的话 那现在的中国 它不会是这个样子了 你有犯法吗 请问我这个犯法吗 在校园里面 在发传单的时候 就会 就是曾有这样一个人 他就过来去 买骚扰我 他本来在和中国什么人 讲视频电话 然后他把视频这样转过来 他看到我发这个 传单的内容 他觉得非常的生奇 他就把手机转过来 这样拍我 说你快把这个人截图 然后发给公安局 去去取报这个人 这个人是这个反对政府的人 想他说你是美国人给了你钱吧 去骚扰家人 把家人带走 然后问话 问话了之后 就试图让他们 让我不要再说了 那这个是一个 就是谁先反小谁就输了的游戏 我去过中国 我也非常多中国的朋友跟观众 但我去中国的时候 我并没有看到烂尾了 我也没有看到有人在围穷 我也没有看到储户的钱被拿走 我更没有看到 有人在信访局 因为我根本没去信访局 我根本也没看到有人 因为批判中共被抓走 因为根本看不到有人在批判中共 看看真正的北京到底什么呀 看就看早高峰的八王坟 看一趟930公交车 能排上千人的队 来看看多少人 工资的一半 都是用来付房租的 看看马居桥 皮村 这个地方跟你想象中的北京 一样不一样 看看老旧小区 有多少人为了拉近土边 那一坨矿水瓶是正常 都说住平房胡同是有钱人 那您只看到的是 南罗古县和前门大街 这些旅游景点 您去南城 看看真正的当胡同大大院 再去看看那些环境恶劣的厕所 再去看看人均平里的大乱小屋 认识了很多中国的留学生 那些留学生 当然一开始是粉红 但是中国 尤其是这三年的疫情之后 我还是跟他们有联络 好多人都觉得 你们过好你们了就好了啦 什么话我不敢讲 但是有时候我们讲完那些话 他后面还说 你要记住我 我爱中国共产党 我爱中华人民共和国 但是我知道为什么他要这么讲 你懂我意思 再加上我之后去过中国 我又做了这个频道 结识了更多更多的中国朋友 真的去过中国 让我更有资格与权利去评价中国 更何况中共想统治我们台湾对吧 而我觉得钟明轩的这一篇贴我 蛮符合英文政治上的一个术语 叫做有被利用价值的笨蛋 或者是可以被利用的笨蛋 那这个意思并不是说 他这一个人真的是笨蛋 或是白痴 或是智商地下 并不是 我们简单来介绍一下 这个词怎么来的 在冷战期间 这个词被创造出来了 形容于受到共产党宣传和操纵影响的非共产党人 简单来说这个人他不喜欢共产党 他也不是共产党的人 但是他很多很多的言论都是可以被共产党拿来利用的 而这个更有价值 因为他不是共产党的人 看似更客观 看起来更中立 而关键 你们这样听起来会以为这个词是北约的国家的人讲出来的 是美国人讲出来的 英国人讲出来的 错 这个有用的笨蛋这个词 是列宁跟卡尔拉迪克索他们两位说过的 列宁我不需要再说他是谁了吧 那后者这位卡尔先生呢 他是共产国际早期的领导人之一 结果他自己在三年代被自己的共产党被史达林给破坏 所以共产党称这些人 你们是笨蛋 原因是 你不是我的人 你也不是收我的钱 你也不是我的客户 你就说了跟我一样的宣传 非常有利于我 洗白我自己 让我跟全世界说 你看你们西方那些北约的国家都是骗人的 都是坏的 你们自己的人跳出来为我洗地耶 所以希望大家不要被敌人当笑话 看例如中国外长王毅 他唱加拿大 他说 你去过中国吗 你了解中国吗 你知道中国让好几亿人都贫了吗 中国已经把保护人权写进宪法 中国不存在迫害人权 中共外交新闻司长华春莹他也说过 你去过新疆吗 你了解新疆吗 新疆哪有集中营啊 新疆人口还成长 人口成长的地方怎么有集中营啊 当然中共在几年前邀请了BBC 去新疆再教育营参观 他们有承认这个再教育营哦 他们不承认的是集中营 但是他们把这个模范楷模的再教育营 打造成一个 这是一间学校 人人都可以进去申请 这是我们帮助维吾尔族人 更好的融入汉文化的生活 更好的 让他们在中国有就业的机会 这一所学校 但是这个学校外面 有舌网 有带枪的警卫 有武装车 你要返家呢 还要申请 且要通过你才能回家 请问这是一间学校吗 台湾有这样的学校吗 美国有这样的学校吗 所以关于青年看到这个词啊 我觉得我还要拿一个1994年的例子来说 在希特勒倒台之后啊 集中营才被证实对吧 所以我们才可以看到 现在有好多这方面的电影跟作品 许多档案跟拍照的人啊 都冒死 把它保存起来 我是带出去 战后才流传于是 当年少许逃出集中营的犹太人啊 说出德国迫害人权 但碍于他们没有证据 他们只有亲身感受 尤其那个年代取证更困难啊 没有几个德国人 奥地利人民 捷克人民啊 去相信一些少数逃出来 集中营的犹太人所说的 而集中营不只破坏犹太人 也破坏包含自己反战的那些德国人 反纳粹的德国人民 甚至奥地利人民也被关进去 像他们的当时的这个总理 他也是被关的嘛 是吧 所以奥地利那个时候也被并到德意志帝国的一部分 甚至其他的同盟国 什么美国啊 英国啊 法国的国民那些平民啊 老百姓他们也觉得 你会不会太夸张了啦 对啦 当年的德国有点话也没有错啦 但他有道 你也觉得特定种族这么夸张吗 你要有证据耶 我要亲眼看到耶 你放下武器投降 他才不会迫害你呢 那纳粹他在1939年设立了 太理经犹太人集中营区 并且对外宣传 这是一个自治的城镇 你们呢 可以在这边舒服的过生活 里面有学校啊 工厂啊 教堂啊 商店啊 还有各种娱乐设施 我会保障你们的生活 直到战争结束 但是在1942年跟1943年 德国的红十字会 还算有点良心啊 他隐约的到处跟他的上级反应嘛 说哎 其实纳粹集中营存在破坏人权的问题哦 于是呢 1994年纳 纳粹改变招式 帮这个集中营涂脂抹粉 打造成欢乐天堂 并且邀请了权威的红十字会 国际委员会那些人来参观这间集中营 而那些看起来老弱病残 或是常常在集中营反党那些人啊 或是明显身上看起来有受虐的那些人啊 约七到八千人啊 送去奥斯维辛 奥斯维辛是什么 大家上网查 我这边不想再讲 很可怕 而且还让有知名度的犹太人啊 给他们挑比较好的房子去住啊 让我们生活过起来很好啊 红十字会看到就觉得 你们在照顾犹太人啊 并且他们还挑出一些健康的孩子在摆拍嘛 街上踢球啊 在表演那些歌舞啊 随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参观代表们 在报告里面赞扬 他说这间营区的人的生活过得比营区外的老百姓好太多了 因为我亲眼看到孩子们过得非常幸福 所以我想说面对极权国家 要好好思考一下亲眼是什么 很多中国人也亲眼看到中共在救灾啊 是吧 桌州水灾 霸州水灾 湖北洞雨 龟州山火 他们同时也看到了中共摆拍救灾画面 中共在摆拍救灾物资 中共侵占物资 盗用物资 我捐的羽绒服哪去了 不见了 你也不赔我钱 所以这个时代 我认为亲眼 它只是一个查证的管道之一 它不能代表全部 它还要结合其他的资料搜证跟其他的判断 并不能全部以亲眼作为判断依据 所以最后还是要说一下 认为自己是台湾人不是中国人是一件事情 认为中共坏的程度又是另外一件事情 对台湾人侵略意图又是另外一件事情 所以其实很简单 如果你们认为中共没有这么坏 对台湾并没有什么侵略的意图 你们去趟中国 在公开多人的场合之下 大骂习近平或是举七天白日起 说打倒中共 你就会得到逆耀的答案了 而我希望台湾朋友们也不要太早 先去否定钟铭泉是什么样的一个人 他说他后续还有那些影片 等他那些影片后面都出来之后 我们再做这个定夺 今天的影片到这就结束 喜欢记得点赞 不喜欢记得一定要把我封锁 我是爸小姐的 拜拜